慶祝国庆日,整个基隆市骑海飘扬之外 市政府也将在国庆日当天举办升旗典礼 市长谢国良也开心宣布 邀请到一位神秘嘉宾来到基隆 和市民朋友一起升旗 我们也很开心地邀请到我们的前总统 马英九马前总统 他也答应要来参加我们基隆市国庆的升旗典礼 那大家都知道前几天马总统有提到了 因为我们现在的总统府 他在整个国庆日的意向 刻意地忽略掉了中华民国 所以呢他不会参加今年 我们这个总统府办的中华民国的国庆典礼 那我前几天在看到马总统的脸书以后 我就非常积极地邀请 因为我想这或许是我们这个基隆市 第一次有现任及卸任的总统 来参加我们的国庆典礼 所以我想我那个时候很积极地邀约 我这几天一直很努力地在邀请马前总统 因为他大家都可以看到 他带着大九学堂的成员出访新加坡 不过终于我们得到了他的办公室的同意 是会今年在参加了这个早上国民党 中央党部的这个升旗典礼之外 他也会来参加我们基隆市的国庆双十的一个升旗典礼 我们从九点二十分的时候 我们就会开放我们民众 可以进到我们的海洋广场 我们来我们会发放小国旗 还有我们的小小纪念品 那与此同时呢 我们也邀请到我们基隆市这边的小宇艺术马戏团来进行表演 然后呢也会有呢 这个风琴及特巴的这个舞团 来为大家呢带来一些乐舞的表演 那最后呢会邀请到我们基隆在地的土风舞协会 带领大家唱两首曲子 一首呢是我们中华民国颂 还有我们的梅花 把我们现场的情绪呢带到最到位了之后呢 我们就会欢迎我们的国旗会逐步的进场 那我们呢也会在十点十分的时候 来进行国歌还有国旗歌的一个演唱 市府表示欢迎市民朋友 以各种国旗元素装扮 踊跃的来参加国庆升旗 记者黄正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谢谢大家